Lizzen和我們分享業務是關於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最近我伸出過期超市的模特兒 這個是我正在運行的 專門購買臨近過BBD Best BEFORE 最佳食用日期的超市 還有一些真的剛過BBD最佳食用日期 例如奶淚的那些 此一期前食用我們就不能買 都不會在我超市看到 因為那些是不可以合法去買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超市 其實我們都是想減少食物浪費 因為很多時候 只要我不跟你們說 過了BBD是可以吃的 可能很多人對於食物標籤上的理解就是 過期就等於過期 其實他不會再去理解 前面是寫著此日期前食用 還是最佳食用日期 但如果你說最佳的話 其實只是說過了那個日子之後 那件貨品可能質素會有少許下降 但是就未會去到說會影響安全 各方面的 奶奶那些就不同了 所以我們都是想藉著一間公司 一來第一宣傳真食食物的概念 二來其實想給多一個機會 給多一個選擇給一些基層 或者是夾心階層的人 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產品 第三就是都想藉此教大家 其實過了BBD是真的可以吃的 那你們的服務對象 主要是甚麼群組 其實都沒有特別服務哪個群組 因為我們服務其實是在服務一群食物 因為其實我們是想救一群食物 然後就想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在我們這裡買 都會是低於市價的一半 可能一罐頭鮑魚 對於基層來說 他一定不會考慮 一百元一罐 一餐等於我可以整個星期吃的 可能來到我們這裡 二十元一罐鮑魚 三十元一罐鮑魚 他就會有多個選擇 其實會不會 今天兒子生日 可不可以加個鮑魚做菜 未必要用到一百元一餐 可能二三十元 他們可以有多個選擇 或者手上只有十元的時候 未必只是買 就是我們比較市面上看到的超牌 或者特牌 那些產品 十元的可能 其實可以在我們這裡 買到一個外國牌子的餅乾 或者是產品 變相 在他們來說 他選擇多了 他可以享受更好的東西 不一定只是那一款 在做這個社會企業的過程中 有沒有聽過什麼說話 還是你覺得有點失望 其實有的 這個大家遲些 如果有機會創業 都不要灰心 因為當你去做 因為我們現在算是第一次移動 因為香港是第一間 做這件事 我之前都真的被人罵過 說瘋了 搞這些東西 又說我賺陰則錢 又那些 真的會有人被人 有這樣說 因為他們在香港 未見過這種超市 但其實在外國 是很普遍的 這一類型的超市 無論是丹麥、英國 其實這些超市 可以比美到衛康八街 那些這麼大型 他們就是這樣說我 難道我被他們說完 說我賜錢 說我收這些東西 之後我不收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人 繼續去救這一批 的食物 所以堅持 繼續去說服他們 過BBD 我簡直是條例 都拿出來跟他們說 還有 所有東西 在我那裡有得試 你試好 你才賣 就是 你不可以的質素 其實可以退 可以不買都沒有問題 感覺到 打擊你的說話 會有 但有沒有一個過程 令你覺得很有滿足感 想繼續去做好這件事 多了很多粉絲 就真的 粉絲不是我的粉絲 是粉絲 是超市的粉絲 因為其實真的 我們之前是基於小的時集 那些 之前都有主流媒體報告過我們 之後 有些人真的拿著報紙 特意來找我們 是不是你們 特意過來找你們 當中 我現在開了一間 店舖的原因 都是因為 有一個婆婆 拿著一份報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因為我有時候 都有分享 這方面的東西 就是拿著一份報紙 我們當時在九龍那邊 擺檔 在港島區搭車過來 找我們 就問我們有沒有罐頭 有沒有其他能吃的產品 可以讓他們選擇 那些 然後就順便跟我說 其實可不可以 不要只是一個月擺一兩次 可不可以有一個固定的點 所以才令我們 再想當一層 想找多個倉 擺貨 擺貨之餘 又可以給個假 如果有些粉絲想上來找的時候 不是只是一個月報紙 我們這個月在哪一區 下個月在哪一區 就可以直接 每一次上來我們 我們在POP Store 都好像在行OLED 這期有什麼貨 就自己上來選擇 那怎樣可以維持到 你現在這個行業的 可持續發展 其實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因為其實這個 真的很需要說 是一個風氣的問題 當我給你一件過期的東西 我什麼都不解釋 你沒有聽過別人說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這樣吃 我對給你們 一定不會去吃 當然就要靠別人去教育 那個BBD是可以吃的 或者你身邊的人是會吃的 或者是由自身的角度去出發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不買我們的產品不要緊 你先試了 試了之後你回到家 你開了你們的櫃 看到有過期的東西 第一個考慮一點 不是放在垃圾桶 可能是放在自己的口裡試一試 其實這個自身的出發 已經可以影響你身邊的人 可能和你家人說 這樣變相 風氣越來越好的情況 就會更加好 還有我們其實都繼續做教育 也有跟不同的學校合作 我們也有做很多捐贈的食物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到 其實它真的還有價值 就不是隨手就可以放了 好的 謝謝你Alison 謝謝 謝謝